大家好,我是班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欢迎来关键一把S1红蝶,不是,S1那个盲女啊,看了一下红蝶,这刀阵容打红蝶还蛮不错的,有先知,有先知打红蝶就蛮舒服的,先知被抓嘛,也行,这边盲女能不能被撞到,其实我很愿意看到这个盲女被撞,因为我们之前关键过这个盲女啊,连砸四块板子,关键她的砸板子这样子, 她的砸板不看别人的,就不看这个屠夫的,她就随自己的感觉砸,就感觉对于那个红光的判断已经准确到,我根据红光我就能知道你的跟我的一个身位了 所以我还蛮期待再看一下她这个砸板子的,这边的话红蝶似乎也有意在找这个盲女,看了一下阿罗的机子在动,牛仔她这边不想抓嘛,其实抓牛仔我觉得是可以的,排过去的话,这边找到是傭兵 游命应该就更加不可能抓了吧 那第一波对于红蝶来讲,其实节奏不太好,因为她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上来第一个先知她没有抓 那这样的话再过去再找到先知,她抓先知可能觉得是我抓你,你多吸出一只鸟我就很难打了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有牛仔嘛,待会儿牛仔过来搞一波,这先知被搞下来一波就可能吸出一只鸟的 呃,这个开局已经1分30秒了,带的是个尸场,刚才其实我觉得要不就踹了吧,这种子 难打了难打了,这把的话,盲女第一台机子都修完了,她应该就是想找盲女啊,但没找到,没找到那 这边,怎么说,终于找到想抓的啊,我们就给她盲女 回身,裸刀,没能成,这个身位刚好能打到这一刀,这边的板子下不下呢 这个位置的话,这块板子留着也行,她跳下去以后可能这块板子还能用 这边盲女是全程拉点,这个盲女她不太回头的,这盲女她不太回头的,游民这边过来 下了块板子,盲女这边往下再一跳,应该是进鸟笼了吧,这波,这波进鸟笼,外面这块板子 最好是队友帮忙下,她这边是往外一翻,这波绕,绕完以后,基本上穷者四人开门战锁定了 再利用一个翻板加速,她这边下板子,应该是想利用一个翻板加速,没想到红帝往这个方向翻过来 红帝主要带个失常,这个时候在追盲女,压根就没有机会去踹这个机子 这波飞过来的话,盲女这边应该是要倒了,她带的是个双弹的话,没有机会 有飞轮,其实往前一波飞,前面没有交互点,也要迟到的 那就看开门战如何来保平了 这个局主要是盲女前妻妹被找到 我们可以去看视频的东西,可以看一下盲女前妻是不是拉了一波点 因为这个红蝶,她就是非常想抓这个盲女 所以我到时候要去回放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盲女拉底拉的好 还是红蝶排点没排到 天之的机子,这边红蝶不去干扰吗 她应该是想这波打完以后去踹机子 但球者这边其实也做好准备了 那边那个牛仔的机子六十几的 所以这里的话她击倒盲女,然后再踹机子,其实是不可行的 这边应该是要去踹机子了吧 还是说留着底盘 她如果看到牛仔那边也来起机子的话,这个市场就踹不了 呃,机子 最好是牛仔过来搞一波马迹直接点亮,也行吧 这边的话还有先吃的鸟,毛女这边一波加速拉开 红蝶这边,没办法,只能管这边 你不可能去追着毛女,追着毛女还有一只鸟呢 一个护壁跳开,红蝶这边的话 如果说能够快速秒掉一个人应该还有机会能保平 他手里面并且还有底牌 但机会不特别大 这边的话,佣兵也是完全不吝啬自己手上面的这个护壁啊 牛仔来镜头给上 我们来看毛女在哪里 毛女现在的话已经到门边了 开始点门了 一个小皮钩 先知鸟都给上了 这个鸟给上的话应该是足够 这边毛女把门点开了 就看这先知能不能走 先知如果说能走 毛女走 那外面就剩一个佣兵 应该是问题不大 佣兵这边还要想把大门也给点开 怎么地 这 让牛仔再勾一波 准备 给他倒地 最终三跑 最终三跑 这把确实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传说 先知 有飞轮的 这个牛仔你把它摸起来 也没有博命算了吧 牛仔自生自灭了 那也是该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